办公室里十几只毛小孩围着王小花 仔细看这些狗狗身上都患有残缺 流浪动物协会理事长王小花 陆陆续续救援了许多猫狗 并且将它们安置在屏东九炉的基地 数量突破一千只 医疗费用与每天的活食费加起来相当可观 收容了一千多只都是催手断甲 然后类似三猪掉的孩子 因为他们就真的很可怜 因为你把救援会 他也没有办法在外面生存 然后再来他身体的残缺 他永远找不到有人愿意饲养他 所以他只能在我们汤果屋安养到老 我们一天最少 最基本的估量都要三十包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捐款少最少一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靠义卖 就是卖东西 然后手段的盈余来养活他们 可是这样子还是不够 受到疫情的影响 协会表示不论是善款还是募捐品 都少了一半 因此协会只好另寻方法来解决困境 看香菇 番薯饼和爆米花 这些全都是协会批来易卖的商品 虽然价格比市面上高出一些 但同时也是做爱心的一种方式 我们现在卖的东西都是一些 我们觉得很好吃 然后就是在网路上的评语都很好 然后就是有品质保证 其实我们所卖的所得 你会觉得怎么会比外面贵 那一定会比卖一位贵 因为我们要养活这些孩子 可是你跟我们买 跟别人买不是不一样 因为你也在做爱心 然后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报导 那我们可以说不用再那么担心 猫孩子下一餐在哪里 还是说他们今天又没得吃 然后只能两个孩子 吃一碗小小的饲料 猫小孩们不会说话 没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所以当身上有病痛的时候 更需要人类的照顾 期盼有能力的善心人士 可以发挥爱心 捐饲料或是捐款 让这些猫小孩可以饱餐一顿 不再饿肚子 这张市民林嘉义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